这些不完美的电视剧 看着人好遗憾啊 大家好 我是小方 现在不少电视剧让我遗憾啊 只要是选角好一点 或者剧情好一点 或者特效好一点 就好了 就很完美了 但每次总是差那么一点点 一 少年歌行 国漫改编的少年歌行 就给我这种感觉 这部剧的特效啊实在很惊艳 完美还原动漫 这是眼花缭乱的万树飞花 这实在美丽耀眼的月新花城 还有红花绿叶的双人舞 以及这些惊艳激烈的打气 是让人看得热血上头拍手较好 你身后还却猛飞沙 我无法带留不住房吧 你跑去上山啊 我还往下没有发 你我这一生空间吧 你身后无缘爱黑夜碎他 天地那情路又无聊 只为他收收天下 但是呢 他不完美的地方就是选角不如人夜 演技面瘫 脖子前倾的男主 路人脸的女主 以及这样 这样长相的配角 大到能抠出一座魔性宝物 比如呢 大师兄死后的这几场戏啊 男主的演技是让我 硬着头皮都看不下去的程度 大师兄他迎战暗和已经牺牲了 怎么死的 何人所杀 二 雪中汗刀刑 既跑酷式打戏 摆扑斯式打戏 拉垮的特效打戏 每看他们打一次架啊 都要心梗一色 除了打戏呢 雪中的大场面 那叫一个拉垮 男主家军队的三大军营 对峙内讧 群演加上主演 我大致数了一下 也就二十多个人 卢尾荡一战的凤子营 就这么点人 凤子营摆明骑兵 就在前方后面 摆明骑兵 徐凤年闯青城山剑阵 已经是这部剧里 群演算多的路 金安王父子刺杀徐凤年 集合了几船的精英水军 群演估计都没有超过五十个人 还有这剧的滤镜啊 也让我很不能理解 演员都途顶冒绿了 但这部剧的剧情 又实在不错 编剧王卷 宫里足 没有魔改剧本 尽力还原原著 剧情过度丝滑 节奏紧凑 而且整部剧的演员 演技在线 当然了 李更熙扮演的江泥不算 他也算是这部剧的败笔了 男主张若云 那股子装逼范的味儿啊 看得我好爽啊 此外 这里面啊 老戏古奇剧 徐潇 老黄 李纯刚等 别的剧呢 大多败在剧情上 可这部剧啊 偏偏相反 要是打戏能支愣起来啊 是可以成为第二个 请于年的 三 楚桥传 楚桥传 更是让我遗憾至今啊 赵丽颖为了演楚桥而报收 在剧里扎起了高马尾的 女将军的模样 英气又灵动 完全演出来了原著中 坚毅的楚桥 林更熙呢 也处于颜值没垮的时候啊 跟赵丽颖子 CP感十足啊 斗霄的烟熏 意气风发 李沁的唇儿 绝美其苦 选角 符合原著 各个演技在线 但没想到的是 这剧竟然为了凑极数 疯狂注水 演了这么多集 竟然才拍到书的一半 宇文月没捞起来 楚桥的身份没有揭秘 后续的剧情 才刚刚展开 就哗的一下 突然没了 这到底是在 欺骗谁的感情 赵丽颖接受采访 都在说被骗呢 我本来来的时候 以为拍三本 结果现在就只拍一本半 楚桥是到第三本的时候 才会让你觉得 他有多么的 这个力量 有多么的伟大 但是他一本半的时候 我就觉得 哎呀我上当了 我说楚桥是怎么展现 大家可能只看到 他寄个如仇 就会有一些觉得 有点遗憾 遗憾的是 观众永远都看不到 楚桥传的结尾了 现在两人的年龄状态 都不是当时的样子 即使呢第二部换人 也大概率是狗尾蓄雕而已 四 震魂 败在剧情上 最让我遗憾的是震魂 很多的剧情特效 一塌糊涂的烂剧 我可以选择器具 但震魂 硬是让我咬牙 看到了大结局 看到两个男主 都双双挂了的剧情后 我差点是一口气 没提上来呀 这些个编剧 每个十年脑血栓 真写不出来 这样的剧情 把原著啊 改的那是个面目全非呀 两届大战 搞得像幼儿园过家家 各种外星人 沙马特 更弥补的是 这些配角的演技 哎呦我的妈呀 支撑我看下去的是什么 是这部局的选角啊 朱一龙饰演的沈魏 初见赵云兰的 这一段眼神仙 跟原著描绘的是 一模一样啊 隐忍克制 深情害怕 从长相到演技 简直一比一 还原原著 说句题外话啊 朱一龙这戴眼镜的 斯文模样 真的好帅呀 白羽演的赵云兰 操汗一眉 这种外露的 吊儿郎当的角色 并不好演 不小心呢 就会演得很油腻 但白羽不禁演得潇洒不羁 撒娇时还那么可爱呢 这两人 你来我往眼神拉扯的对手戏 我看一百遍都不会觉得念 让人自动忽略烂剧情 除了震魂 九州飘渺路的选局公布时 我就很期待了 刘浩然 宋祖儿 这对少年CP 真的好鲜活呀 而且演技在线 CP赶足 甚至还有江苏颖 王欧 这些大美女作配 这样的选角 就已经赢了一半了好吗 另外呀 这部剧的浮化道 也很好看 打戏不仅 大场面 都堪称精致 结果呢 剧情怎么可以烂成这样 东拉西扯 拖他荣长 讲啥都没有讲明白 而且 女二戏份 比女主还多 后半部分啊 简直成了 女二小周的女帝传 当然啦 九州的上一部 九州目云记也有同样的毛病 实地取景美到爆炸 浮化道精致 选角给力 大排云集 但剧情同样拖沓 主线故事都讲不清楚 节奏拖拉 让人看不下去 六 清平乐 正午阳光出品 浮化道非常有考究 穿着红色官服的配角们 演出来了 艳书 范仲淹 韩琪的风骨 让观众看到了大门豪们 齐聚一堂的时代 任敏 编程 饰演的 辉柔怀疾 非常的贴合原著 剧中的虐恋 是这部剧的亮点 怀疾 你被困住了 被困在这里了 我心甘情愿 永远被困在这儿 即使灰柔公主从小受尽疼爱 最终成了皇权的牺牲品 哎呀 但遗憾的是 因为原著男主身份的原因 编剧大改特改 男女主被改成了配角 王凯江书影饰演的帝后 成为主线 本来是反抗封建王权的内核 被改成了歌颂理解 宋仁宗的不义 虐恋变成正具象 剧情又长又无聊 还有配角加戏 导致这部剧开播后 舒适率一降再降 典型的高开低走 还有哪些你觉得遗憾的电视剧呢 他们明明可以拍出来好戏 却非要摆烂 这种比上不足 比下有余的电视剧 比烂剧还让我看得难受哦